大家好,我是尹克 很高兴再次和大家在Wolf Media的平台相见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 最近,就是从 应该说具体的说是从2015年到2020年 截止到四天以前发生的重起 P2P,实际控制人外逃之后 被就是叫做非官方私下追讨债务的这些事件 希望给大家有一些启示 那么这些事件,有一些是我亲身经历的 有一些是道听途说的 那么有一些也是这个圈子里流传的 其实有一定的特定的圈子,其实很小 聊来聊去就那么些人 所以就这些内容,我个人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我说告知大家的都是事实的全部 第一个,我们聊到我最佩服的P2P实际控制人 施建祥 施建祥确实非常牛逼 我佩服他是什么呢? 因为我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 我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 我对于Many Sand和地下钱庄有一定的认知 那么施建祥是众多P2P实际控制人里面 唯一一个没有通过比特币 把所有的受害人的钱全部转移到 合理合法合规转移到加拿大和美国的人 虽然施建祥在加拿大也被受害者赌过 也一次性拿出了5500万加币 对所有赌他的这个线下理财的这些人 进行了赔偿 但这里呢,因为有很多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有很多的人都是原来跟他有过几面之缘的这些人 因为施建祥本来知名度就很大 那么施建祥他的这起案件也引发了崔永元事件 那么也包含了北京市某区竞争支队的副支队长 那个秦 秦奋和秦鹏 他的这个事件 所以施建祥事件也卷入了那个公安部副部长 孙力军的事件 那么种种的这个东西都很好玩 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第一个施建祥被逮到五千五 就是被在加拿大赌到 是因为施建祥依然保持他的高调 施建祥有没有能力处理完他的那个P2P流的后遗问题 我认为如果施建祥想处理 如果不是上海市公安系统 一定要把施建祥逼出去 一定要摸施建祥的鱼 就是结施建祥的鱼粮 那么我相信施建祥的这个事件 比现在的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至少要小三分之二 因为施建祥确实转移了大量的资金到海外 虽然有一些差额 但是还是有大量的资金转移到海外 那么施建祥被人堵到那个加拿大 第一个是因为他高调 第二个有很多的人都是他原来的朋友 第三个有众多的大户 什么叫大户 就是超过一千万人民币以上的投资理财这个协议 有大户 有人说为什么有一千万还要投给施建祥 还要投给P2P实际平台 很多很多 众多的平台都很多 因为利息比较回报稿比较高 因为他的年化回报签到了18% 年化回报签到18% 是吧 就一千万 一个月 一个月给你15万 一千万人民币你丢给他 一个月给你15万 一年是180万 而且如果这个人跟我是朋友 如果这个人跟我很熟 那确实也会投 包括后面的上海的那个连币金融 就是艺术品P2P第一品牌 他们当然他们也在也被斗了 那么施建祥事件其实第一个高调 第二个有很多线下朋友 第三个是因为他香港一个转账的account 转账的一个账户 泄露了他在加拿大的一个地址 施建祥在加拿大使用了三个地址 其中一个地址被受害人通过私人的关系 调到了香港的账户 那么这个账户的地址呢 他们也因为有太多的上一千万以上的这个受害人 所以呢他们成群结队到加拿大去堵施建祥 那么施建祥的到了加拿大以后 依然比较高调 所以选择跟美女结婚啊 选择怎么样啊 好后来被对对被逮到 被逮到以后 第一是碍于朋友情面 第二是骑虎难下 因为三十多个人堵住了他 甚至听说是有四十多个 三十多个到四十个 当然有些人可能是两夫妻啊什么 就三十多个人啊 三十多个受害者逮到了 对就逮到了他 第四个 施建祥有钱 最后施建祥一次性拿出五千五百万 和所有的那这些受害 能够到加拿大去逮施建祥的人 签了私下和解协议 在加拿大律师的建签下 签了私下和解协议 一次性赔偿的金额 有人说是四千五百万加币 有人说是五千五百万加币啊 这个金额我们 暂且不论 这是第一起 大额的 P2P实际控制人 外逃海外非政府 情况堵住他的一个 非官方渠道追逃的 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联币金融啊 联币金融是 被人逮到是 后来是赔了一千七百 就是拿出来一千七百五十万美金 那么他们有可能是通过了 那个 比特币的 这个方式 他们通过了 比特币的方式 获得的那个 把资金 转移到了美国 那么他们 也是因为 一个 香港的一个账户 我说了 他们大量的资金 其实在香港 香港的一个 他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女孩子 叫什么名字的 他的账户 泄露了他在美国的一个地址 美国的地址一泄露以后 当事人去围堵他 那么他已经搬了个家 但是呢 在那个地址 等了很久以后 还是把他给带到 后来一次性赔偿出来是1750万美金 那么这些都是发生在北美的事 那么澳大利亚 有一个P2P平台的实际控制人 他有新西兰的PR 新西兰PR就等同于澳洲的PR 那么他呢 就长期的在墨尔本的Kurang 第一个 他其实还是希望把一些资金 能够转移到 那个澳洲和新西兰 第二个呢 他还是大量的资金存放在香港 是这样一个情况 第一个 他是在那个 新西兰的Sky赌场 被人怼到 也是因为大客 也是因为私下的什么 他一次性赔偿了 450万的纽币 就新西兰的币 那么后来他认为新西兰的这个Sky赌场太小 而且太容易暴露 他呢 选择跑到了澳大利亚的 墨尔本的皇冠赌场 他在皇冠赌场 完了以后 有一种风声 可能也有人在 也到了这里找他 那么 他呢 又转移到了 PERS 就是西兰的首府 PERS 这个时候呢 其实这个事情就我后来就参与了 那么 有人就找到我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让我 让我通过 因为我跟那个香港同楼 同楼湾的两个外资银行的 这个分行的 一些高管 还私下关系比较好 他们让我了解一下 那么后来一调里面有 有多少钱 有大概有四千多万港币 那么 确实有人 第一个呢 是实际控制人的 不是 是实际 是 这个P2P 受害者 那么 进来了 十二个 十二个男的 他们二十多个人的群 三十个人的群 进来了十几个男人 然后 到了那个 到 那个 悉尼的那个 斯大 墨尔本的皇冠 和 珀斯的皇冠 阿德莱德的 那个 斯盖 赌场 找他 找了一周 也没有找到 后来 在 珀斯的皇冠 发现了他的踪迹 那么 也没有动 因为 人比较少 一两个人 两三个人 那么 所有的人 全部往 珀斯去 那么 这个事情呢 因为我 后来 我是在加入了 他们群里 我有一些的了解 那么 一到了 那个 珀斯的皇冠赌场 他们 抓到 就逮到他以后 就堵在了 他的那个 电梯里 电梯了以后 就直接就跟着他进房间 把他的手机卡拿掉 把他的手机卡拿掉 他说我们也不是禁锢你 我们也不是怎么样 他说我们只是想解决这个事 他说你现在 我们现在都 我们一年多时间了 你能不能把这个事解决了 就我们这些受害人 我们一共是多少钱 你能不能解决 反正钱也不多 我们也了解过 你香港的某个账号上有这点钱 如果你要吃什么 你直接说 你要干什么 直接说 如果你上厕所 我们就等 我们就 男的就跟你进去 那么这个实际控制人 确实当初的时候 也被吓傻了 那么 第一个呢 他马上 就是 皇冠 就是在那个 皇冠赌场的 这个钱 就是 存放 Deposit在皇冠赌场 赌场的 account的钱 全部取出来 那么 那么他在香港的一些账户里的钱 也全部慢慢的给他还掉 那么 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这些受害者 基本的钱 也得到了一个 回馈 好像是 两千多万 那个 新币吧 两千多万 那个 澳币 澳元 两千多万澳元 也过亿了 就是 那么 这里呢 最主要的一个推动人呢 其实是 也是一个大户啊 一共给他 限下理财是 两千七百五十万 他 最主要 发动了 这一场的 那个 非官方的 一个 私下的 一个追讨 那么 他们的钱 也得到了 一个 回馈 那么 还有一个呢 就是 其实是我 大家都知道 可能有两位 杭州P2P的 那个实际控制人 是在 是我朋友啊 我也 我也熟啊 那么他们呢 我是劝他们 打回去了 三千七百多万吧 人民币啊 三千七百多万人民币啊 把他的 P2P的后台里面 数据啊 他最后拷贝出来的 数据里面的 超过六十五岁的 这些 老头老太太的钱 给退了 那这个呢 是我唯一 能够做的 一些事 那么有人说 那你 第一个 有些人 你会去赌 有些人 你会劝 那么为什么 这两个人 你都认识 在你身边 你为什么不去 你为什么不 不 举报他们 第一个 我没有 是朋友 就是朋友 第二个呢 虽然他们 是P2P的 实际控制人 但是 我也在了解 整个事 如果有机会 我将来如果 我等到我年纪大 我将来 如果能够 有机会 写点东西 我也会把这个内容 写出来 第一个呢 其实啊 现在他们的 这个移民 基本是合理 合法 合规的 第二个 中共体制内 公安机关的人 都不希望他回去 他们回去 因为他们 他们回去了以后 这个案 反而没法办 第三个 有很多的东西 我也说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里面有更深层的东西 我也说不清楚 第四 这个事啊 对于我来说 我只能是自身 事外 我能够做的 就是劝劝他们 如果你们账上 有点资金 如果你最近 有些收入 那么你应该 把国内的一些账 给稍微清一清 我也在劝啊 但是他们也是说 现在不能动啊 怎么样啊 现在身份没搞定啊 什么什么 他们是主要是投资移民 好 那么 最后一个啊 就是最近四天前 在香港发生的一个事 这个P2P实际控制人呢 她的那个一个女朋友呢 是香港 有香港的优才计划 还不是专业人才计划 到了香港 她已经有香港的身份 可以在香港居住 那么她自己呢 是进入了香港以后呢 就香港是有赌船的 那么她呢 上了赌船 在赌船上 花了点钱 行贿了那个海关人员 就办理了这个出境业务 然后呢 再返回到香港陆地 也就是说 她其实在香港已经出境了 所以中共调取了 她在香港的 出入境记录 认为她已经潜逃到其他国家 她已经潜逃到东南亚 或者是西方一些国家 但实际上她长期居住在香港 那么现在 案发到现在已经两年 那么她呢 放松了警惕 结果呢 被香港的福建帮给逮到 香港福建帮逮到呢 又是一个大户 又是一个做 一个比较投的大概一千 说是说有小两千万 但这两个大概是一千六百万 然后经过几年的滚 已经滚到两千多万的一个标的 这样的一个人在后面推动 那么被逮到以后呢 就是一定要她拿出八千万港币 把所有他们这个群体的受害人的仗给平了 那么她呢 也被迫无奈 听说是被拉到了西贡的一个什么房子里 真的跟TVB有一拼 因为是最新发生的事 我很多消息我也在核实 但是这个事有 她拿出了八千万港币 把这个事给平了 那平了以后呢 就是追她的福建帮 本来呢应该是怎样呢 那八千万呢 应该是她那里面拿一千两百万 或者是拿八百万 八百万到一千两百 就十个点到十五个点的钱 给福建这些 找到这个实际控制人的这个福建帮 但是福建帮呢 没有从他们那里拿钱 没有从受害人手上拿钱 而是直接又问P2P 实际控制人拿了四千万 就她吐出来了一点二个亿 那么搞得她现在呢 就是这个事儿 搞得现在在一些群里面 那是想动很大 所以我的个人判断 绝对没有错 众多P2P实际控制人 大量的资金 至少百分之五十的资金 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资金 还是在香港 那我说这个内容呢 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些思路 告诉大家一些内容 给大家一些思路 现在啊 当然啊 你如果是确实在 比如说像石建祥一样 石建祥就比较老道 在律师的见证下 和这些受害人签署了 那个这个 就是理财的一个和解协议 这个是很正常的 那么有些私下围堵她的人 我在群里看到 就是他们 不会去公安撤案 因为公安那里还能拿回 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的 这个回款 他们也会拿 头的标的物 他也拿回了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的 这个线上理财的钱 他还是要拿 所以很多的东西 都非常的有意思 主要 不是中国的 这些P2P 实际控制人态怀 也不是搞理财的这些人态怀 而是中共极权统治的 这个专政体系出了问题 好 我希望每一个 那个收看沃夫米典的朋友 都可以订阅沃夫米典 并且给平台点个赞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沃夫米典的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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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